上個星期女明星Lizzo創造了歷史 沒有錯的確是創造的歷史 就跟東征十字軍一樣 跟鐵達尼號一樣 並不是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值得慶祝的 絕大多數的歷史事件都是災難 剛剛那個你看到的就是災難現場 我不太知道Lizzo是誰 事實上就是我不太知道現在所有的明星 你可以問我太太 我知道現在都還留在這個邦喬菲那個年代 Bon Jovi 因為這個新聞我上網看了一下 原來Lizzo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長笛手 但是這個歌手不應該有這個特權 來去彈奏麥迪遜的水晶長笛 第一個Lizzo不是一個有尊嚴體面的人 他可以是個很有尊嚴 然後很體面的人 來吹這個美國重要的歷史文物 但是他選擇穿成那個樣子 做出那個樣子的動作 在那邊搖屁股 來貶低我們的建國國父 那第二個 這一整段鬧劇的目的 只是為了來打壓或是嘲笑麥迪遜 跟美國所有的建國國父 以及美國的歷史的本質 紐約時報上面是這樣說的 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時刻 當Lizzo吹了麥迪遜的水晶長笛 這代表了一個高人氣的女性 音樂家 饒舌歌手 彈奏了一個曾經在維吉尼亞州 整個家都是建築在黑奴制度上面的 無價之寶 而且拿這個笛子給他的人 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館長 簡單的說就是 這個表演不是為了要榮耀 或者尊榮這個國家 或是麥迪遜這個人 目的只是要看起來像復仇 對一個已經死了好久 該死的白人至上的人 以及他代表的國家的復仇 這個表演代表著一個解放 一個自認為長期被打壓的受害者 復仇成功 當然Lizzo這個女的很明顯的沒有被打壓 她之前還去領獎了 然後現在還可以吹這個長笛 我們的建國國父也不是一群壓迫者 而且我們的國家以及這個水晶長笛的主人 不應該被這個樣子嘲笑 在台上被這麼沒有尊嚴的對待 這的確是創造了一個歷史 是一個充滿羞辱 卑賤 無恥的時刻 就跟現在所有左派的政治議程一樣